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同普京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进行了真挚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 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 双方一致同意 本着牧林友好合作共赢原则 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 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中俄互为彼此最大邻国 同俄罗斯巩固和发展长期牧林友好关系 符合历史逻辑 是中方的战略抉择 不会因一时一世而改变 自我十年前首次对俄进行国事访问以来 中俄双方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 互利互惠 两国关系历久弥坚 呈现更加全面 更加务实 更具战略性的特点 此访期间 我们车队途经之处 很多俄罗斯民众自发挥手致意 让我深切感到 中俄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方都将继续致力于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我此次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是有益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既往开来 丰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 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大国 中俄择无旁贷 应该共同努力 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方向前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共同抵制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要加强在国际事务 特别是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 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促进全球异后经济复苏 推动多极化趋势发展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 两国元首听取了两国有关部门负责人 关于各领域合作情况汇报 习近平指出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政治互信 利益交融 民心相通 不断深化 经贸 投资 能源 人文 地方等领域合作 持续推进 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共识进一步加强 今年是中国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俄合作 潜力和空间很大 具有战略性 可靠性 稳定性 双方要加强统筹协调 扩大能源 资源 机电产品等传统贸易 持续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 拓展信息技术 数字经济 农业 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 要加大创新领域合作 畅通跨境物流运输 要夯实人文交流基础 推动友好省州 友城扩大交流 继续办好中俄体育交流年 为促进两国人员往来 创造便利条件 普京表示 俄方再次对习近平主席 全票当选连任 中国国家主席 中国新一届政府组成 表示热烈祝贺 当前 俄中关系发展非常好 两国各领域合作 取得长足进展 政府 立法机构 以及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 十分活跃 在新冠疫情等复杂外部环境下 俄中双边贸易实现逆势增长 希望双方充分发挥 两国既有交流渠道作用 推动两国经贸 投资 能源 航天 跨境交通物流等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新进展 体育 旅游 地方等人文交流 达到新水平 俄方坚定支持中方 在涉台 涉港 涉疆等问题上 维护自身正当利益 祝贺中方 成功推动沙特和伊朗 北京对话 取得历史性成果 这充分彰显了 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重要地位 和积极影响 俄方赞赏中方 始终在国际事务中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国际协作 两国元首认为 此访期间 双方交流深入 内容丰富全面 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两国元首责成两国相关部门 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加强沟通 密切配合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助力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两国元首同意 继续通过各种方式 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引领中俄关系 行稳致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和俄罗斯联邦总统 关于2030年前 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 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访问期间 双方还签署了农业 林业 基础科研 市场监管 媒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当晚 普京在克林姆林宫 为习近平举行了隆重欢迎宴会 蔡奇 王毅 秦刚 以及俄罗斯联邦政府领导人 出席上述活动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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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